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開始開會 那我們今天下午的議程 是要先請 下午的議程是 災後重建小組的專案報告 那相關報告資料已經放置在各位同仁的桌上 請各位同仁參閱 那我們是不是要請那個副市長 先就本案進行專案報告 再由各位同仁登記發言 發言時間是五分鐘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我們三議員是抱病來的 說要開桌子但是很關心的一定要來 那同仁有沒有其他不同的意見 那有沒有趕快的意見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請大家參考 參閱書面資料 那我們先請 那我們先請 你還沒市長呢 我們請曾順娘議員 這個 副市長 聽說你要走嗎 怎麼會 先看喔 現在你 你重建小組的監督人 你走什麼來講 這部分 我們原本這個委員會的組成 就由我們 社會局長是 副召集人 那在 就是說 上副召集人 新的召集人 如果沒有 之前就是他 社會局長喔 對就是原本 你是副召集人 那不就 你如果走換他來接 這一段時間 那如果說市長有新指定新的補新的人選 那就有新的 那你請坐 好 這個 叫做 你們喔 我請問你喔 這個棟區齁 台地在生產市場 我在這個 我們 震災 使用 群形齁 的報告書裡面有看 是 那個 是怎麼 到這個五月切落 那個 一定 到五月切落 一定發放四十一號 還發一個 五百二十七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塊 那 第五月 喔 你怎麼看 啊 那才有 四十一號 家庭 這些金錢 一號剛才 21萬六千幾 我好像一個 農事 好像開一個便所 就花三十幾萬了 那些人整個房子 都倒了 到這三個多月 一號 四十一號剛才 叫這個款項就對了 剛才一個 鐵鐵 剛才拿鐵鐵 21萬六千幾 啊 我是要請教你 是 怎麼這樣 因為他們這一定 給我們 取得說這個 耐神 一定 說什麼 這一定比市場國民了 因為他們 可以補充的報紙五十 嘛 維冠大樓 那算一頂國民 啊 我們黨府的 可能選票 拿得比較少 做得比一頂國民 啊 我們 那些說 那個北上的 平平家庭 我們會唯一存百分之五十 因為我們那些媒體 計較疊時間 就對了 啊 都整個計較 這個 維冠大樓 啊 所以我們那些疊時間 整個人力物理 都在投資裡 在拆拆拆拆 所以這裡就要 比較慢來拆拆 這樣說就有時間 我們 做得比一百分之五十 我感覺 我們這個 取副的重建小組 決定這個事情 啊 相當的粗糙 相當的不負責 這是我的感覺 因為 這個善款 是來自於各方 來自於國際 他們 堅證人的初衷 就是要讓我們 趕快 讓這些人 重建他們的家園 趕快 恢復他們的生活 自信 我們市政府 只是一個執行 單位 來處理這些善款 我看 所有的災情 災禍的 報告情形 就對了 看什麼就對了 我看得都不沙沙 因為 到現在目前 上幾日 我問你 大家執行 你只要用五億多出力而已 你看 全款總金 要到四十二億 只要用五億出力 一定三個月 五六億 你們有感覺 執行力 就對了 偏差 沒有 因為這些人 加援不去 甚至 微觀大樓那些人 會讓人失望去 所以在這裡就對了 我們一定要加把勁 趕快把這個市群處理好 尤其是這個 分百分之百分之五十 這五萬用這樣就分 我覺得要審慎評估 真的看他們最愛 我是覺得他們 現在大治理在那 開花 跟他們的重建會 他們有一個重建會 那個重建會的開花 我們的市長 去到我們黨府開 議員都不能進去 把記者都掛出 我想 一個坦蕩蕩的政府能夠這樣嗎 現在是什麼民主社會可以這樣嗎 有一些事情 人家說 君子要避嫌 一些東西 更透明化 要有八成才 因為和我們議員 為民發生的管理就沒有 去到地人 動起來不能援進去 剛才有跟好運 那一天剛才我沒有去 如果我有去那一天 可能苦工說 我就要癱瘓了 我做一個民主出來關心 受災好 要做一個了解 他們來 找我來給我認證 我和他 的管理就沒有 剛好運 我叫秘書去 因為剛才剛才 我自己有一個會議 剛才剛才 我自己 一個良友會 剛才剛才 三月二十四號 剛才和我一天 剛才你可以查 那一天剛才 我剛才沒有去 我說他有好運 真的有好運 這種作為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建議說什麼 公正客觀 都透明化 含一個 開一個這個火 這個火 這個火 有這麼困難嗎 我民臺 你們要關心 我們就含一個 這種 我們做民臺 含一點的 政績就沒有了 我們違背 如果關心說 他們的立背 他們要認證 我們含這個功能 他也要揍他 他們不是 你看我們偉大的市長 什麼 開口笑 穿鞋子穿開口笑 找死人 我一天 走幾十公里 每天走的 都有到你們 有到我們 教育局長 那些客長 我一天想這 走十公里 我鞋子都不可以開口笑過 剛才只有這兩天 鞋子就去 鐵士山脈的條件 抓去 做秀 超過做事 真的 大家要不要拿 跟他報道 不然我議員要關心一個 鳳莎不會拿 鳳莎議員 我跟你說 我對於這個善款的處理 善款是來自於 各界的善心 我們要慎重 這種錢 阿不得 也馬虎不得 因為這 上天都在看 不要違反真正 堅證人的初衷 尤其 給局長聲音 好 謝謝 感謝議員的財政 但是我補 補兩個 比較不一樣的訊息 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生產市場 跟這個幸福 幸福大樓 這兩棟 他們那時候有說 雖然他們百分之五十 目前是不改變 但是他們那時候 東西說不夠拿出來 我們有一個 給他們那些財產損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這個 議法的這個部分 只僅對 議法有造成 他們這次的地方 有損失的 這個 來做這個 用善款的部分 其他 那個要調查 要什麼 減失沒有入 我們這個 善款的這個運用 是 第三就是說議員 剛才說的 這二十四位 我們也已經有處理了 就是這二十四位 我們都已經發了 發出 一千幾萬 對 指定 指定的捐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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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用指定捐款來的法 是 所以我們有監處 對 我們有替他們監處 這二十四位 已經發了 是 有 我們目前 目前決定的就是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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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感謝 曾順良議員 謝謝曾順良議員 那跟大會報告 目前在我們四樓旁觀席 關心我們今天下午的議程的 是我們為貫大樓的劉主委 以及受災戶代表 那接下來請盧坤虎議員歡迎 請盧坦虎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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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貫大樓的祖佛公 之前在開會 我們這裡的局長 你們要聽一下 還會卡回來 台政處長 你們都沒有要問 你們兩位說沒有要問 你們怎麼可以卡回來 今天 那你 我一貫大樓 在0206 的地震 災款裡面 就是專款專用嘛 才可以說 不要後一塊 後一塊 後一塊 都可以使用 可以這樣嗎 沒有 沒有這麼說 我市長這樣說 我沒怎麼說 沒有說要把這錢 留作以後的 什麼 災害來用這樣 這幾次開回來 在裡面 民意代表要進去參謀 要旁天也不行 也不可以 祖佛 要進去也不可以 都要你們點名 你們有感覺你們很專擠嗎 你們有感覺你們很專擠嗎 你們到底你們會聽到什麼 一位 六千塊 每天說 他對台南市很好 我一直跟你說過 今天你的選款 當初是因為 維冠大樓倒塌以後 電視媒體一直報導 所以才永住 永路這麼多的善款 今天要認真說 香港沒有四十億 要百分之八都用在維冠 因為今天 最主要的 今天要幫助的社團 民間的這些好朋友也好 來自海內外的 都是看到維冠大樓的祖佛 翁先生 主要幫忙 贊助這麼多 結果不是 你一樓三百萬 翁先生一個三百萬 政府出兩百 中央出一百 你們市長就讓人覺得說 已經負很多了 不要再來啊 不要再來講啊 會不會這樣 人家一種的初衷 是要幫忙維冠大樓 結果你給人的感覺是這樣 再來 我剛才給你問 你說一樓 一倍一倍五萬三 我告訴你說 如果一倍二十五萬三 我剛好 我要算算的 剛才休息 我要算算的原因就對了 人家今天 今天這些善款 是要維冠大樓 這災後重建 要讓這些祖佛 感受到民間 對他們的照顧 結果不是 集體到你的手 因為你現在現主席 你的價位裡面 二十元也賣不了 你努力二十元要做什麼 你現在所有的價位喔 如果所有的 二十元賣不了 最后讓你賣十五億 我們村的那四十幾億 又像二十幾億 你要拿到 你是要努力做手的錢嗎 這樣會不會通 我相信今天 你如果有那棟大樓這裡的祖佛 翁先生的一個還價五百萬給他 今天那一倍五萬三 以後 他們要重建嗎 你說土地他們的 所以沒有土地他們的 他們才有什麼重建 他們才有的貸款 你如果在那百幾萬 買貸款就不夠 是不是他們 有的貸款大樓這部 我們這裡 我們今天 要叫 叫當初贊助的初衷的過程 給他們多一點 沒有我跟你說 如果你如果是沒有用在這裡 人 可以把你拖 拖掉這些錢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 所有的這善款 都一定會用在災民 跟工件上面 你說用在災民 你像說土地異化 我還跟你說 我還不能接受 你用在土地異化 我們台南市的政府 今天你一年八百萬的 武漢在 不能變在這裡嗎 你還要跟這災民就對了 唱這條 神章嗎 有意思嗎 這一定是用在災民跟 沒有啦 我希望說 你現在可以做一個承諾嗎 還是主席我們才師 他如果要做就不做古才的 我是建議 主席你才師 我們一個 再聲音來一下 我們一個 翁先生這一個 再加五百萬 五百萬 再加八百萬 一個五百萬 我算了 如果一個五百萬 再加六億 現在的情況減六億 現在的情況 還二十幾個 都可以 再加六億 為我們大樓車的 翁先生 一個 五百萬 再加六億 若是一倍 一倍 五萬三 你什麼都沒有啦 你要幫他 十三萬 我們可以給他 建一間房子 主席 拜託一下 等一下做一個資料 我們才師 維冠大樓 我們議會 希望通過 翁先生 一個 三百萬 給他 多五百萬 盧議員 我看這樣子 你來做提案 我們共同提案 送大會 送大會 因為還是要送大會 經過大會的程序 我們今天是專案的 我現在時間不會有 因為我 我現在 我現在 我們這個會議 這個會議裡面就可以了 沒有 因為 我跟盧議員報告了 我們這個是專案小組的 我們這個沒有那個 決策的 沒有決策權 所以 好 那個我把盧議員的意見紀錄下來 那我們等一下再聽其他議員的那個 意見 好 謝謝 接下來請楊中誠議員 謝謝主席 那麼 演織到 會知道 會 這順 在議員報告這件事 那麼 本席 一樣 非常 當時 微貫重建的工作 請問 副市長你 有想法說 微貫 你的人類是就地重建 還是異地重建 因為這個報告 這個 調查表 我都添了 聽一下 政府市長 因為 這個微貫大樓 這個土地 這都是所有的 所以基本上 他們要重建 還是說不要重建 其實要尊重所有全人的看法 如果要重建 有重建的困難 要 不要重建 到底要賣 某些的困難 所以 現在我相信 就是我們祖父 他們本身在科良這部門 所以我覺得這部門 基本上 市政府是要尊重所有全人 補助我給你建議 對 就在中間 我相信 有很多人 地 住在大樓 店面的人 說 我要就地重建 對 所以 老公住在裡面的人 說 我不要看得到最深地 我給 你接人一個意見 既然你要高興 是不是我們的社會支障 你注意一下 但我的看法 在副隊面 南緣街 南緣街 有一個立地 立地 跟那些面積也相當 路草也是不錯 我建議你 就是說 那些 那些 由我們 立地 來相當 有那些現有的 基地 作為一個紀念 的地方 甚至少做一個紀念的設施 在那裡 像我們 美國紐約 311 911 911 第一 他也是立碑 在那裡 一個紀念 所以 我是覺得 說 要集體重建 的 機率 不怎麼高 包括 我站在這林 林長拿來 讓我簽 說 議員 你要簽一下 我說 我不是太后 要叫我簽 他說 沒有啦 你我們這林的 你要簽 所以 我就跟他拗 說 我也不希望就地重建 所以我給你一個建議 就是說 叫裡面 飼料 調一個 南丸雞 差不多在那 八十五盒 差不多在那 九十一盒 做油 在那九十一盒 做油 那裡 有一堆立地 立地 你如果沒有相交換的話 可能都會不會通過 所以那個地 是不是由我們政府 我們埋頂就跟他們 做立地 三十幾檔來 也都不一樣 政修 不一樣 處理 所以那個地 是不是可以 以第一地 來重建 這是我給你 一個建議 還要把地點 把地點 擠出來 給你 而且 這個地方 或是我們自己 都鎮 鎮的地方 都可以說 非常 利便 所以像我這樣說 就近 以第一地 以第一地 你可以支持嗎 這部分 我會從這個 楊一元的意見 拿到這個 重建 復原小組來討論 因為這也是一種 可靈性的 好 因為 我知道 我也是一直在說 就是說 南區 藥借 整人 哪裡 他們是 放到那個罐 他們 比較有法庭 來去 奔到這個 性感 所以這個性感 就像我們剛才 劉議員說 寄證 要有80% 可以在圍觀 所以 從以前 我一定在跟你強調 就是說 希望 人命不夠 你會 可以 來幫忙 補償 還可以 政家 寄證 寄證 給他們的加速 感覺說 我們有某些人的犧牲 我們可以拿到這些錢 來重建我們的家園 所以 這是我們 在當地 最期希望的 因為 倒了 第一個時間 叫我們人倒 有礦泉水 沒關係 天啊 還要問三 我就統治 叫我們 再給我一分鐘 門關 打開 礦泉水 他們拿出來 結果人員在講說 有沒有毛譚 有沒有毛譚 我們 我們服務處在送 人毛菜品的 大條鱗 趕快 都沒出來 第一時間 我在現場 我就是 在那裡 在支援這些工作 等到天空了 不住在家裡 的時候 我們的 我們的 停止了 因為 台灣人實在 太可愛了 太可愛 那個 家裡 現場 我們說實在 有夠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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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 沒幾月 不知道 苗栗 哪裡 特殊 撤退的時候 還在網路 攻擊說 來這裡四天 吃不到三餐 也連水也沒有 什麼什麼 好我看一個 我說 你們帶來的 不吃那個 沒有時間 你們都沒人吃 你們是要怎麼來救災 我們在當地 我們在現場 什麼事情 就有的時候 好像 給楊議員聲音 好 謝謝楊議員 那楊宗成議員的建議 也是說 希望提升 那個死亡者的補償 沒有講金額 但是希望提升 好 接下來我們請 林院助議員 謝謝主席 那個 政務事長 首先恭喜你 離開四會之地 我要這樣講 那個 是否 那個重建的問題 我想是 受災戶它的權利 好 那 我想說 你要離開這裡了 這些問題 未來也不是 你做處理的 我也不想 圍覽你這個問題 那請你坐下 那個 我們 禮護局長 也是未來的秘書長 秘書長 未來我相信 你也是要整合 重建的問題 但是 我了解的 我想請教你 你知道這些 受災戶 有多少人 希望都更嗎 詳細的資料 我還要再跟 你還要再 好 那你坐下 那個 我們未來的副市長 那個 吳副市長 你了解他們有多少人 要參與都更嗎 哪一間 哪一間 尾罐是吧 不然我在 我們今天不是開尾罐 是開哪裡 沒有沒有 現在這個 倒掉有四五間 尾罐的話 這個 同意都更的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只有百分之五十嗎 對 那我要糾正你一下 他們不是已經送都審會 已經是禮拜一送了嗎 沒有沒有 有的是 有的是要賣土地 我知道啦 有的要賣土地 百分之二十 百分 有蓋同意書的大概百分之五十 那現在我知道的是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 是要參與都更的 那百分之二十是要賣 那個土地的 是不是征護市長 你不用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 你了解對嗎 那代表說那個 我們的 吳市長你還不完全很清楚 我想 在我們 為貫 這麼嚴重的問題 你們要多多 聽人家受災戶的聲音 因為未來政務市長走 這個業務根本不是他的 那勢必是會在 吳市長 跟那個 秘書長的身上 那我想你們兩個人 要盡速去了解 這樣的一個問題吧 那受災戶現在也在樓上呢 那早上 我了解的是說 有百分之二十要賣土地 那我也想請問一下 市長講了 也可以用市府 現有的價錢把它買回 那市長這一句話 是真的可以買回嗎 您送給大家回答一下 市長這一句話 是可以給他們買回嗎 那個政務市長你回答我好了 這個市長當初這麼說 他其實有一個前提 前提是什麼 他就是希望這個 祝福他們自己能夠談出 要重建 對嘛 那如果說真的大家都沒辦法 都沒辦法談妥 這些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那非要由市政府來出面的時候 那市政府能夠做的手段就是說 那不然市政府就出錢來把它買下來 好 那副市長你回答得很好 前提都還沒有做 怎麼會有延伸到說 這百分之二十要賣土地 現在市府能給他買嗎 不行耶 那所以那是當初 因為也有租在現場這麼說 那市府要給他買的話 現在能買嗎 是用什麼 用上款買嗎 那你違背監管人的精神 當初市長說 如果有市府來買的話 一定是用公益算來買 公益算是不是要編列金會 是不是 那我想 這前提都還沒有做 你這個要 必須要解釋清楚 前提該如何的做 所以你都還沒有參與 現在我了解是百分之六十 他們都要參與都更了嘛 也送進來了嘛 那勢必我們市府應該要協助 他們這一塊去參與都更吧 對這部分我們都發局其實一直在協助 那我不懂 楊中成議員剛剛所講的一句話 為什麼還要 里長要拿書面去讓他們簽呢 簽讓他們說 是不是在這裡參與都更 他又受災戶 我覺得這很不合理耶 我是受災戶 我要不要參與都更是我的問題 關旁邊什麼事啊 這未免做得太過分了吧 這是哪一個局處叫他去做的 是民政局嗎 應該可能如果說這樣的話 應該只是那個林長他個人的做法 因為這個東西跟那個 是里長的做法還是什麼做法 對有可能是他個人的 那是不是他人是又制服又背黑鍋 受災戶是不是會對你們會不能諒解 他們可能是想說要他簽署來表達意見 受災戶他的想法 你們現在好各個議員都有各個意見 那你們應該聽進去 但是我們是站在公平公正 該如何的處理這樣的問題 受災戶假如今天 他完全是要參與都更的 我們要盡全力的幫忙 不是嗎 好 那在你們的前提之下 你們會認為說都更很困難嗎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曾護座 都更如果說是 這所有全人他能夠很能夠同心一次的話 事實上是不困難 通常的障礙就在那邊 好那你坐下來 那個 吳局長 都更會都更會很很難嗎 都更他 都更他大概都會有一定的程序 從籌組到更新委員會到送更新事業計畫 他大概前面大概會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沒有錯他必須要走這樣的程序 對而且這中間 因為他中間大概都會有連續的門檻的限制 所以 在這段期間就是一邊整合 但是一邊在送都更計畫的時候 趕快把這個人數的門檻 跟面積的門檻趕快一關一關 好那我很想請教一下 他們都他們要參與都更 是不是百分之五十就可以去參與都更 對 好那既然他符合這個規定 我們就是要盡全力的協助與幫忙 當然所以他有送件進來 好那我知道有百分之二十說要賣土地 是不是你們必須要跟他解釋 前提下必須你不參與都更的話 你現在也不能拿錢 他是這樣齁就是說他進來的話 一個當然是進到這個都更的委員會去 就是說你進到這整個都更範圍裡面 那未來是用看用全力價值 或是用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裡面 合併計算財務 這是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堅持致死就不願意 那當然又是另外一個 我相信是你們沒有跟他解釋清楚 我們過程中其實在 不管在任何的場合 我們大概都有把這些方式 都有跟他們說明 所以像包含他們在成立都更的籌備會 我們都有同仁過去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假使今天他們全部 有人不同意是都更的 應該他是不了解 那假使他們今天 你必須要跟他講清楚 這些賣百分之二十要賣土地的人 我們現在不是一瓶孤三十七萬市嗎 是不是 他也可以參與都更 然後再來分配土地嗎 我想可能對他們來講 不同的時間點 因為你走進到都更的話 他可以計算到財務 或是取得權力變換的價值的時候 那大概都是時程 可能都是一年半到兩年以後 沒有錯 可能有人會覺得會比較急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來我請教一下 吳局長 他們比較急 比較急的話 現在要賣土地 能賣嗎 能拿到錢嗎 所以我才會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對他們來講 或我們也把方式都告知他們了 他們或許還是會希望更早一點 那更早一點你教我 你教我 他們應該怎麼最快 所以我才會跟他們說 這一點你們就是要再更新委員會 你們去討論 看你們自己要用什麼方式解決 但是 那用什麼方式還是 這一些百分之五十的人 百分之六十的人 已經要參與都更了 那假使他們不再參與都更 不參與都更的話 你說他們要用什麼方式 還是要走都更還是要走啊 他是這樣 因為你到了不同階段 你的門檻不同的話 也或許 因為921的例子 也有很多 雖然成功了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三吧 不是 對 成功百分之六十三吧 也有到現在也有將近五十棟 已經到了十七年了 還是做不起來 那為什麼他們做不出來 因為中間就是 你的門檻一直過不了 你的門檻一旦過不了 時間一到 反而會 對嘛 那你必須要跟他講 所以我才會告訴他 所以為什麼 我要告訴議員是說 我們在這裡會希望 他們盡量還是先內部整合 你真的都不行 當然有人會希望說 那既然門檻跨不過 我就想要早點出來 那早點出來 他還是拿不到錢 不是嗎 可是對他來講 他也不希望 在裡面一直跨不過 那跨得過就是要 你們要去協助他們啊 我相信說今天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還沒有表態 百分之六十的人表態已經是要參與這個都更 那我想在都更的方面 對他們 假設今天他不想在這裡 他可以把土地給未來的 那個重建委員會 都更委員會不是嗎 因為他們進來的話 我們會把它都專案報給 內政部營建署 因為營建署這邊 除了我們市府自己有輔導團以外 那營建署這邊 我們也都告知 就是說我們告知這個更新籌備會這邊 會有專款來協助他們 來成立相關 那勢必要專款啊 你們可以向中央申請前不是嗎 對所以我才跟一座報告就是說 他這邊變成要專業的團隊 進來協助他們一起做 所以這樣的話會比較有利於他們後續的整合 但是也跟一座報告就是說 因為我們站在市府的立場 我不懂耶 我們台南市為什麼沒有那個什麼 我跟一座報告我們有 就是請輔導團下來幫忙 輔導團我知道 可是過程中他要有專業的團隊 他需要自己 因為他涉及到都更跟建管 還有甚至他這一個涉及到土地分割的 這一個相關專業 所以我們才會幫他去內政部申請 專案的團隊的費用 我懂啦 來協助他們去做 那這樣的話會比較有利於他們釐清後面 必須都更的權利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財務計算 都能幫他們做 這樣會對他們的整合會比較有幫助 我是希望說今天再怎麼樣 他們都已經有60%了 你們勢必要 他已經案件就送進來 禮拜已經送進來了 是希望你們趕快的做協助 然後他幫他們協助 再給一分鐘 不用好 那個謝謝林彥柱議員 那個副市長我是聽不懂 剛剛楊中成議員講的 他不是受災戶為什麼 他可以去表達意見 而且我相信這個書面 是已經擬定好的 怎麼會給不是受災戶的人 去表達他 你希望人家這個 後來走的路是什麼路 那這樣子他做出來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真實性何在 我想這個市政府有需要 去瞭解一下 對那個實情不太瞭解 對那個實情不太瞭解 好謝謝 那請那個李錦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這個災後重建 小組的這個專案報告 基本上就是本會真的對於這個 為這個這一次的地震 我們對於災後 其實是真的非常的想要 後續的這個了解市政府 怎麼樣的去處理這些事情 一些細節本會非常想清楚知道 才能對選民交代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這樣的特別的專案報告 那我想 當然 這次的地震的受災 當然不只為灌 可是為灌當然是一個焦點 因為他的死傷最多 那我想 這一次目前看起來 陸續都在重建 都在恢復當中 看起來 目前因為為灌死傷最多 為灌也 最大的一個單一的建築體的倒塌 那所以他的重建之路 想必是非常的困難 可是我們可以參考一些像 類似我們台南市其他的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那個吳局長 就是說 大致市場 聽說剛才已經成立了 那這個成功的案例 你是不是跟我們報告 就說大致市場的這個事情 它是怎麼苦成功的 那這次後來還是要怎麼進行 大致市場 它其實雖然 人數跟戶數沒有我們 微觀這麼多 但是因為它很複雜 是因為 它一樓是市場的攤商 那它二樓以上 才是這個住戶 那所以 當時 其實第一時間 這個住戶的這個 他們沒有管委會 但是他們有 帶頭在負責管理的兩戶 就先來找到我們 那所以我們很快在 還沒有跟他們開說明會之前 我們已經 就是他們來找我們 我們也協助他 告知他怎麼樣 後續做流程 那所以在開完說明會以後 我們就指派輔導團隊 就開始進駐去 協助他們做整合的服務 所以他們在4月17號 就已經整個籌備會 就已經正式成立 而且我們還協助他把 這個要整建維護的 就是L型透天的 然後跟這個重建的 預先協助他們做 兩方面都做了說明 所以他們變成是 兩個更新會 不是一個更新會 兩個更新會 對 一個是負責整建維護的 一個是重建的 那所以 我們到時候是 一個計畫 但是分兩個更新會 那兩個 同時報給營建署 那到時候就會 變成兩個 在營建署是兩個 專案來協助 那這個在重建的部分 他們 其實內部整合的意見 比較快 因為我們也協助他 跟攤商做了一些說明 所以後來攤商也都同意加入 也就是說 一樓未來還是整合起來 可以讓他們去做超市 那二樓以上還是做住戶 那所以他們現在 目前是很快的速度 朝向這個方向 已經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 是希望看今年 能不能協助他 趕快把更新事業計畫 做起來 了解 那他們明年就可以開始 正式來 把這個更新事業計畫送審 我們希望看 能不能趕在明年中 就趕快把他的這個 更新事業計畫核准 讓他可以開始重建這樣 所以大致市場的重建工程 你說最快應該明年的 明年中可以看到曙光就對了 對 你請坐 所以 所以很明顯 你說如果用大致市場的雷 就是說 因為他來報 當然 人數 如果比較少 相對少 所以政策 所以大家共生也共 就是說 要重建 這個事情大家有共生 所以 就很快 生理人的更新會 也很快 就這樣來 用起來 那反光微冠 微冠看起來 意見不一 剛剛 楊中成議員 如果按照他的 他的意見的話 他是傾向 這個異地重建 就是 不在原地重建 所以他也傾向重建 只是不在原地重建 那當然現在 維冠大樓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住民 是希望 原地重建 那當然也有部分的住民 是希望 遠離這個陰霾 前哪一哪 我要到別的地方 另起爐灶 重新新生活 所以其實應該有三兆的 三兆的這個看法 那三兆的看法 就要進行整合協調 那我覺得市政府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 其實我覺得 要適度保持中立啊 不要太出意見了 讓我自己去整合 因為你市政府跟蘇公 有放一些所 對 那你按第二輪 那個請立委員 市政府 如果在這個三兆 在協調的過程 有放出一些利多 是說 感覺起來怎麼清楚 市政府沒有什麼 要支持中間 這樣的時候 要希望中間 不管是原地重建的人 也好 毅力重建的人也好 會很失望 也會很準 所以我是覺得說 市政府在這個過程裡面 實在是沒有需要 跟出意見 也沒有需要 放出一些所謂的消息 讓他們會左右他們的意見 這樣的整個過程 我希望是讓他住戶 真的去設身處地去想他們自己的利益 未來的未來 這樣子的好好的去思考這種東西 好好的去算計自己的未來 自己的利益 所以去做的決定 不要市政府這種外力來干預啦 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妥當 市政府無論一個任何的外力干預的政策 都會導致或許重建不成 會導致或許原地重建不成 要改成異地重建 或者異地重建不成 要原地重建 或者重建根本壓根不成 就這樣子 這外力的一個力量的介入 本席是非常反對啦 那當然 當然 現在好重建會 成立更新會 也送進市政府 那當然這個過程 我們就要依法協助 依法協助 因為他是依法進行 要去申請更新會 當然這個程度就要依法協助 這個當然一定要是這樣子 而且我們要站在這個 這個人膩幾膩 人機幾機的精神 人就在艱苦了 所以這個公文的定屬 一定要跟他們加速 我想這就是我們做公文人員 的這個本分 也是要有這個同理心的這個過程 不過我要說回來 是說 在這個 大家在協調的這個過程 我很希望說市政府 不要亂出意見 我當然我聽過說 就說市政府說 不然我就要 當然可能在傳傳的過程有誤傳 就有受災戶跟我說 說市政府說什麼 要優於市價的這個錢 來向那個居民買土地 這種的大家 都不用買理啊 大家都不用中間啊 這個市政府怎麼會開這種條件 當然我想這一定是誤傳 那市政府也不可能挑這種條件 我也詢問過這個都發局 吳局長他也說沒有啦 沒有這個意思 當然就是說 如果買也是向市價 有一定的遊戲規則的價格 當然這也是以後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好 我是覺得這樣 每一次市政府有向大家協調這個事情 因為在這個協調這個 所謂住戶整合的過程 市政府當然要有適度的這個 所謂的幫忙協調的過程 那幫忙協調的過程 我希望市政府不要用一些政策 來去影響他們的決策啦 讓他們自主的去產生他們自己的決策 那在這個決策當中 有行政部門的這個這個這個行政程序要走 也希望市政府要全力幫忙啦 我想我想這個才是對重建戶 或者說這些災災戶最大的幫忙 那我想包括那個這個所謂 未來這個重建的這個路程 我覺得真的是政府在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清楚知道 這次的善款 很多是因為圍灌這棟大樓 倒得太觸目驚心了 所以很多的這個錢 會擠到台南這個這個專戶來 那可是我也很清楚知道 這個善這個專款 當然不是全給圍灌用的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因地震受傷的災民 可是可是話一講回來 也是因為圍灌才有那麼多的善款 所以我想圍灌也是死傷最多的一個一個災區 所以我覺得要有一相當的比例 放在圍灌身上 某個程度也不為過 所以在重建的過程中 市府是不是再重新計算一下 有一些事情可以再放優惠一點 可以再提高一些 我覺得這個都市府還可以再重新考量 畢竟善款就如同很多議員說的 這個善款 這個善款是真的要拿來幫忙 這次受災很辛苦 沒辦法顧過生我的人 我想我們是真的站在這個立場 擁抱腳手的 所以拜託 站在市政府的立場 就是要把這些錢一斤一斤一斤 好好算 該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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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給人的難關的 我覺得不要太厲害了 我想這個事情 要給市政府做一個很大的建議 謝謝 謝謝 林一錦議員 接下來請林彥柱議員歡迎 謝謝主席 那個副市長 我還是要再重申一下 重建的方法是受災婦的權利 我們任何人都不能去干預 那現在我所瞭解的 他們既然有60%是參與都更的 代表大部分的人是要參與都更的 那至於說 20%要賣土地 是我們的市長 的一句話 讓誤導了他們 這是必須你們要去做解釋 要怎麼做解釋 因為他們認為說 市長可以由於市價 幫他們買回來 但是呢 你現在如何買回來 你不可能啊 用善管買 不可能 然後呢 編列4E算 那更好笑 所以呢 這是 整個受災婦他的權利 所以他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那現在我們大概了解 他是要參與都更 那即使我剛剛講的 參與都更 我們必須在協助的方面是 要讓這20% 我剛剛講協助是讓20%的人是講 你沒有參與 你根本現在你也拿不到這個錢 那重建的路 要講說在都更的方式大概要多久 我看應該來的兩年三年吧 要讓他們知道這個路到底要多久 讓他有一個方式可以走 那至於說 我們所有的上款 我真的搞不懂 921大地震 他是一個基金會 台南市很特別 他叫0206大台南市地震的一個募款 他不是用基金會 我們很多事情都不能用基金會來幫他 那你認為說 好 現在 要講的說 我們把它切成兩塊 在史商的這些人 他們所拿到的 就是中央的200 中央的100 地方的上款200 那他們的質疑 又來講了氣爆的問題 好 高雄氣爆 那高雄氣爆 有拿600 800 1000多的啊 他們的市府自治 高雄是自己定了自治條例啊 但是我們台南市政府也有定啊 但是我們底下還最好笑 我們定了還是成立一個 某個委員會在 那你假使這樣子的話 我也搞不懂說 好 難道這一些都不能補助他們多一點嗎 再來 你留這些錢 拿到市長講的 你剛剛我還要重申一句話 那句話你可能沒聽到 在第一次的時候 市長跟受災戶開會的時候 受災戶問他 說你那你留下這些錢 你用不完該怎麼辦 他說留著下一次地震用 沒有 絕對有這一句話 那個會我有參與 沒有 那個會 不可能這樣 幾次的會我都有參與 好啦 到時候再放錄影帶給你看啊 怎麼會沒有 好 或許市長講這一句話是無心的啦 齁 但是我也要講 人家都已經心情都已經在趕上了 還講這種話 但是呢 好 現在我了解的 再重建這個路 我們大概現在補助款 一瓶是 是不是五萬三 就是補助補助金的部分 剛剛講那個 我講說那就是 以七樓到九樓的那個樓層來算 好 是五萬三嗎 好 但是未來 假使說 在整個 真的走到都更都完成了 我希望說 你五萬三 你補助他 這房子怎麼蓋 怎麼蓋啊 他還要付出多少錢 現在蓋一個房子 假如說整個結構的安全性的話 一瓶都要十幾萬了呢 那有沒有考量到這個的問題 說實在的 當然這一次的大地震 不是只有圍貫 但是圍貫受災的是最多的 死亡人數也是最多的 難道我們真的要看到第二次的傷害嗎 所以我希望 今天這一個會 我們不是在指責你們 我們是希望 你們要 把監款人 所監的 是將近四十二億的精神 是用在幫助這些倒塌的大樓 而且是圍貫 所以我希望說 圍貫的主婦 沒有那些阿爸的啦 不像外面說的都是要錢的啦 我覺得你跟他說的都很無理的耶 說真的要死要錢耶 我跟你講 假如今天他的家人是在的話 他你也不要這些錢啦 所以我是希望 今天開這個會 因為你也要高升了 我希望我們的李秘書長 跟我們的那個 吳霍市長要聽進去 未來要如何的幫助這些受災固 如何重建他的家園 如何走到都更 盡快的把都更的問題處理好 那還有這二十位 必須要跟他講清楚 他現在似乎不可能用四億算 去跟他買這些錢的 也 給我 我再按 我因為沒有人歡迎 我也可以再按 主席 好 我有按啊 可是他不動耶 主席 這是壞的喔 好有聲音就好了啦 好 那說實在我是希望說 未來 好 在受災付 這一些二十個人必須要跟他講 講清楚 我們不可能 用四億算 去幫他買 買土地回來 那是走到最後 那是到最後 然後還有 就是說他現在要用 請我們用上款 買 把他的土地買來 這我們也是違法 所以你必須要跟他講清楚 是不是副市長可以這樣做 是 我想那個 比如說有60%的人 贊成要都市更新啦 對 那其實是其他的人 如果他是要賣土地的話 他也可以賣給要更新的人 對 你必須要跟他講清楚 那現在就是說 他們就變成說 那他們需要知道那個價格是什麼 所以老實講 後來要市政府幫忙說 用所謂去評估說市價應該是多少 那個事情的出發點是這樣 是 是 是 那說未來要參與都更的這些人 願意跟他買的話 現在我知道我們的 所有的見價出來是 37萬市嘛 對不對 好 但是我了解那裡的地段 大概在40萬左右 是 就是說多於40萬 因為那個地段是比較高一些 那假使說 他們想要賣的話 他就可以賣給那些 未來想參與都更的這些人 那也可以用什麼方式去講 不是嗎 所以說我是希望說要解釋清楚啦 好不好 好 護士長 好 謝謝 好 那個 林議員 好 你還沒講完 對 對 其實剛剛啊 我們楊中城議員在講的 因為他也是住那個里嘛 他為什麼可以去簽那個單子 我很質疑 這個必須 那個請台南市就是副市長要去查一下 因為他不是受在乎 那沒有同仁花言了 那個吳局長 抱歉 我澄清一下 早上我是講說 七樓到九樓 是五萬七千三 盧昆露議員聽了五萬三 九樓 就是平均啦 平均啦 假設平均大概五萬八千七啦 總共啦 就是說一樓到十六樓 平均 就五萬八千七 五萬八千七 對 他是聽錯 我是講 阿你也是很少的啦 楊中 你跟我講 阿不然我拜託你好不好 我現在想要蓋一間房子 我還可以等五萬八 你給我蓋 我跟你講兩個事跡 他是民國八十年 今年是一百零五年 二十五年的房子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時空背景的不一樣 第二點 他現在去買的價錢 如果我們算 地價跟補償他的 房子的價格加起來 我可能都比他買的價格還要 吳市長 我要你報告一下 我相信啦 沒有人願意讓他的房子倒 那今天他的房子倒了 當然如果是虎位 我是把那個 我懂我懂 假如你是用二十年前的事情來看現在 那沒有人願意讓他的家人死亡 也沒有人願意讓他的房子倒 所以如果是用五萬八千七的話 講起來 雖然是 不是那麼合理 但是還是可以接受 你那是你可以接受啦 但是我要跟你講 但是你用二十年前 但是我靈業我的房子不倒 你都不要給我任何一毛錢 吼 那你用五萬八千七 葛仔你沒有用那個什麼 五萬八千七喔 五萬八千七百塊 是九樓以上 他是 我們是用十六樓的價格 就是 假設他一樓到十六樓 那最高的是十六樓 我是認為說這些未來 來來 那個吳市長 這不是用上款去做的嗎 補助金 對但是你要賠多少 他要有一個一劑 我們是用議會通過的 拆遷不要辦 你不要知道 當然是用議會聽功通過 這是我們台南是自己自己制定的 我們也可以制定給他們一平七十萬啊 不是嗎 齁 你要講這個啦 我跟你講啦 我就講過了 沒有人願意他的房子 也沒有人願意他們家的人死亡 我們用同理心啊 那我們有這一條善款 我們應該好好的來補助他們 我希望你們能從寬啊 這樣好不好啦 再研究一下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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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關今天 我們各位同仁發言的內容 請市府相關單位 能夠做成書面回應給議員 好不好 那另外 有關盧空府議員建議的 就是0206微觀大樓 往生者 目前 預定是市府 這個補助200 中央100 共300 能夠提升為500萬元 那我們 我們建請大會討論後 再做成決議 加500 提升800是嗎 對對 還是加500 蛤 對啊那剛剛盧議員的意見呢 再加500 再加800 800 好那不好意思我剛剛聽錯了 那我更正一下 那有關庫民府議員的意見是 希望整個300能夠提升為800 那我們建請大會討論 之後再做成決議 因為我們今天是專案報告 那那個 這是以上我們 今天的那個專案報告 專案會議 我們就做這樣子的一個結論 那我們非常感謝我們 本會各位同仁 市府征副市長 及各局處首長 及新聞媒體好朋友 以及 我們圍貫大樓 劉主委所率領的 呃 住戶代表 那我們今天災後 重建小組專案報告 議程就到此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上會